您好 欢迎收看1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迎接农历春节 20号起展开长达10天的假期 中央气象局表示 今年春节假期天气变化快 除夕初一短暂回温 除二初四冷气团来袭气温下降 除五初六气温回升 不过除夕初八又会下滑 因封面东半部有短暂雨 滑东乡亲出门过年 记得穿着保暖 攜带雨智 即将迎接农历新年 20日起展开为期10天的春节廉假 不过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过年期间天气变化快速 大约两到三天就会有一波变化 除夕初一温度回升 不过初二将有一波强烈冷气团报道 到除夕到初一的时候 然后到初二上半天温度都还不错 然后到初二开始 晚上开始下午开始 我们就可以看到温度一直往下滑 到初二初三初四的时候 温度都还蛮低的 但是我们预测这一波 大概就是强烈大陆冷气团或是寒流 不过在东部看起来 因为我们离北边比较远 然后这个冷高压对我们来说 也距离比较远一点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温度大概还有14度 15度的一个情形 20日这一天 开始温度会 东北风会增强一点点 所以淫封面 在淫封面的问题 所以有一点水气 然后21除夕 22初一温度还不错 22 23 24 25温度就会开始下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 基本上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然后在淫封面上 有些地方可能有一些雨势 然后温度早晚会蛮凉的 如果除夕或是初一 很早起来或是很晚睡的时候 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保暖的一个情形 初二冷气团预估影响到初四 全台气温明显下滑 到了初五初六冷气团减弱 温度又逐渐回升 不过东部地区仍有局部降雨 到了初七初八周六日两天 又有冷空气南下伴随降雨 提醒滑动民众 春节初游要穿着保暖 携带雨具 记者长包言 华林氏报导